金正恩跟他的父親主婦一樣 他們最喜歡用戰爭邊緣戰略 戰爭邊緣戰略 也就是說我要用核武 我要發射飛彈 我要攻擊誰 來造成一種聲勢 那麼他如果造成這樣的聲勢的話 你就不需要跟他談 那麼可以讓他於區有求 也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戰爭邊緣戰略 在整個國際關係上面 常常被用到 就是不惜一戰 但是其實不會一戰 對 因為我們看到他炸毀 這個兩條他先炸毀鐵公路 對 然後也開始說要作戰 那麼這種東西都是可以 我們透過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去做 但是是不是造成這麼大的傷亡 這麼大的損害 其實是有待評斷 在那個軍事會談的 會議上面看地圖 或是後面有一張地圖 莫爾子路 我們可以用 透過一個很有趣的話 就是說可能是擺拍 擺拍 老師你覺得他是擺拍 表示他很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真正的這個軍事會談的話 就是一張照片 就是一張照片 現在是一張照片對不對 應該是排排座 而不是用一張這樣的地圖放下去 而且我也覺得這張地圖 不是很專業 可能是一般我們買得到那種地圖 而不是那種軍用地圖 因為軍用地圖非常完整清楚 他很多的伎倆 炸鐵路 或是開設火炮專案設計 或是做什麼都是一個形式的表示 因為對他來講 那麼戰爭不是他最好的選項 因為他最大的問題是 轉移國內的視聽 因為國內這個農村生活很差 人民吃不飽 還有他整個國際社會 對他的武器禁運 對他原料的經營 所以對他來講 他最近內部壓力有很大嗎 有有 因為他的農村經濟發展 都是不是很好 今天話題面對面 帶你來關心的是 我們知道全世界有四大火藥庫 已經爆了兩個 所以現在大家非常擔心的是 東北亞火藥庫的引爆 是不是倒數即時 在今天特別邀請到淡江國際戰略所 教授歐明賢 翁老師 主任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談朝鮮半島 因為最近金正恩的動作很多 老師 兩韓會開戰嗎 我覺得不會開戰 不會 因為他動作很大 動作大就是展現他的決心 展現他掌控整個北岸的一切 掌控他有辦法來控制內部的一個問題 是 因為我們了解到說 這個金正恩跟他的父親主婦一樣 他們最喜歡用戰爭邊緣戰略 戰爭邊緣戰略 也就是說我要用核武 我要發射飛彈 我要攻擊誰 來造成一種聲勢 那麼他如果造成這樣的聲勢的話 你就不需要跟他談 那麼可以讓他有依須有求 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戰爭邊緣戰略 在整個國際關係上面 常常被用到 就是不惜一戰 但是其實不會一戰 對 因為我們看到他炸毀 這個兩條 他先炸毀鐵公路嘛 鐵公路 對 然後接著做警告設計 對 那麼這種東西都是可以 我們透過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去做 但是是不是造成這麼大的傷亡 這麼大的損害 其實是有待評斷 剛剛您提到兩條鐵路 某些部分靠近這個開城工業區 或是靠近這個東海線的部分 那麼他距離整個這個 南北韓的這個停戰線 其實不遠 那麼只是一個象徵 因為如果要把鐵路炸毀 讓他沒辦法用的話 這個要花費多少公里 那麼他在十五號 那麼炸毀完畢之後 那麼就結束了 那麼就已經不再談了 事實上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那個金與正他妹妹 那麼也把那個開城工業區 有一座北韓跟南韓的聯合 半公大樓 也炸毀 那炸毀就結束了 換言之他會弄作各種方式 但是他這次炸毀沒有結束 他做了警告設計 然後他公佈了一張 一百四十萬年輕人從軍的畫面 同時在今天有最新動作 我們看到曝光的照片 是他背後有個地圖 那好像在看地圖 然後在做什麼樣的指揮 那麼外界當然就開始揣測說 哎呀他到底在做什麼事呢 他很有可能就是在研究 斬首首爾路線 我覺得首爾離那個南北韓的分界線 大概六十多公里 離這個平朗 大概將近一百五十公里 那麼如果要斬首不容易 那麼目前在以色列斬首這個哈瑪斯的首領 都在前年間也成功 是有可能 但是我們也要覺得說金正恩聊不了解軍事 可能他是不知道 因為有一次他對外巡視把那個望遠鏡拿反了 望遠鏡拿反了 對拿反了 那麼有人跟他講拿反了 但他也不知道 那歡迎是剛剛您提到的 在那個軍事會談的會議上面看地圖 或是後面有一張地圖 某種程度我們可以用 透過一個很有趣的話 就是說可能是擺拍 擺拍啊 老師你覺得他是擺拍 表示他很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真正的這個軍事會談的話 就是這張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現在是一張照片對不對 應該是擺拍做 而不是用一張這樣的地圖放上去 而且我也覺得這張地圖不是很專業 可能是一般我們買得到那種地步 而不是那種軍用地圖 因為軍用地圖非常完整清楚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在研究作戰策略 那張地圖應該是軍用地圖 而不是一般我們軍用地圖 也買得到的地圖 而且事實上如果真的要作戰的話 他已經下達前線這個炮兵部隊 準備隨時射擊 那已經進入戰隊的狀態了 但是軍軍是不受控的啊 也是不可預測的啊 對 但是他的他是不可預測 但是也可以預測 也就是說他很多的伎倆 炸鐵路 或是開設火炮專案設計 或是做什麼都是一個形式的表示 因為對他來講 那麼戰爭不是他最好的選項 因為他最大的問題是轉移國內的視聽 因為國內這個農村生活很差 人民吃不飽 還有他整個國際社會對他的武器禁運 對他原料的經營 所以對他來講 最近內部壓力有很大嗎 有 有 因為他的農村經濟發展 都是不是很晚 所以他今年也提出所謂的 二十成十的計畫 也就是說一年要在二十個鄉村 建立現代化工廠 我們要進出現代化工廠 來讓農民的生活能夠改善 那麼十年之內建設兩百個這樣的工廠 那麼我們想想了解到說 北岸發展到現在 農村生活還是有問題 這幾年來因為他發射飛彈 中級大小飛彈 試車到日本海 或是設計所謂的軍事衛星 所以聯合國對他做很多制裁 那麼中國大陸一直勸他不要再這樣做 他沒有拚 所以某種程度 他受到外面的武器禁運 跟原料的制裁 所以對他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所以某種程度 他才提這樣的一個經濟改善計畫 那麼這個經濟改善計畫 沒有辦法在短時間成效的話 那他只好透過外在的壓力 對外所謂的這個聲勢 就是內壓轉外銷 然後把這個南韓弄得很緊張 那麼整個大家都去注意到說 這個問題在南韓 因為他有修憲 修憲把北韓 變成敵國 把南韓當作敵國 那也強調說他們不是同一個民族 他們是不同民族 也不是同一個國家 那兩個民族兩個國家是敵對國 那我可不可以用核武 當然可以啊 那我也不同意啦 那我也不討論 未來跟你的好發展 所以未來如果南韓對北韓 有任何的風吹早洞 他就可以當藉口 所以到底朝鮮辦 現在的緊張是真緊張 還是假緊張 還是只是金正恩的一場秀 那剛剛老師幫我們解讀了那張照片 就是後面如果這個照片 如果真的是要進行斬首行動 後面地圖不可能是一般文具店 買得到的地圖 應該是軍事地圖 一句話突破盲場 那麼也請老師幫我們解讀 一百四十萬青年參軍 這聽起來確實這個數字很驚人 我覺得他蠻會做國際宣傳的 因為他是獨裁專制國家 他說一百四十萬就一百四十萬 他說兩百萬也可能 但是我們有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 事實上我們必須要從不同角度 也是臨眼來排的吧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如果說十四萬 我到成分有可能有十四萬 因為他的總兵力大概一百多萬 那麼他怎麼有辦法在短時間 再招到一百四十萬 但是不太可能 像俄羅斯他的兵力 他有可能在短期半年之內 招到二十萬十八萬 但是有可能 因為俄羅斯人口非常多 那北韓人口只有兩千多萬 那麼如果按照這樣比例的話 他的軍隊人士有一百多萬 那麼短期間要招到一百四十萬 那你要怎麼提供這些一百四十萬的 武器裝備 涼末彈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樣 是一個國際宣傳 顯示他的決心 說我有辦法能夠短期招到這麼多人來 招到這麼多人來幹什麼 你要怎麼打仗 打仗需要武器 彈藥 需要涼末 不是說講了就算 所以我覺得宣傳的意味 還是比較高 所以老師認為兩韓其實不會開戰 這只是金正恩的一場秀 那我們回到臺海 臺海在這個禮拜的聯合力艦B 雷聲大 雨點小 對 我覺得如果五月二十三二十四的 聯合力艦A演習的話 那表示中國道路設計這樣一個情況 表示說會有B會有C會有D都有 那換言之他要操控他的主導權 他說A就來了 他說B就來了 那至於一天兩天十天 那麼由他來決定 所以老師認為時間不那麼重要 不是重要 重點是在於說 他說一天從早上宣布到晚上六點鐘結束 總共十六十三個鐘頭 那麼他一定有他的遠心 科目目的 那麼這是他宣布說要建構聯合作戰 戰區聯合的這個主動權 那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示威 就是說這個科目他可能達到了 他就結束了 那麼這個科目要達到 可以用紙上談面的方式來達到 那麼也可以有部分的這個軍事行動 來做那也有很多都是已經在東部戰區年度的訓練當中 的一個項目他只是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所以我覺得有點像組合權的一個態勢 在這個時間這個十四號 正好那天前後有什麼活動 就把它延長就把它誇大變成一個組合權式的演習 那事實上一天要做到然後宣布完成 那表達說他的中央軍委習近平掌握得非常完整 說我一天就一天 半天就半天 那結束之後他達到目的就結束了 那我們必須要要知道說 那一天對臺灣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衝擊跟挑戰 為什麼我們要自己檢討 因為在他宣布演技的時候 我們整個全全全中華民國的陸海公的一個動員 那麼透過我們的所謂的從經常戰備到緊急 為那時機的這個SOP的一個作為 那麼這個SOP做出來之後 那經過我們的新聞報導 那麼他也在看 全世界都在看 我們什麼應譯 那麼這個應譯就會讓他拿去成為未來 在對我們進行各種不同的演習的一種參數應用 這對我們來講是相當不利的 那老師觀察我們這次的應譯呢 我覺得我們應是SOP 完成了一個妥善的請問 我們應譯非常好 也就是說這是按照SOP來做 那麼也是累積我們這麼多年來的一個經驗 來做這樣的工作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到說 說不定解放軍就透過之後 他們是來讓你去做SOP 然後把你SOP參數作為都收集下來之後 那麼下一個演習 他才在做不同的科目 讓你做不同的音譯 那換言之他會找到未來我們的弱點 未來我們沒辦法這個完成的部分 來成為他下一個演習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從雙方 耳於我照的角度來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而不是說我們應譯得很好 那就結束了 因為這是可能某種證明是陣容他的下懷 因為他就是在讓你看一天你怎麼應譯 未來三天你怎麼應譯 未來五天你怎麼應譯 那這些問題我們相關的單位 是怎麼應譯的問題 那你有沒有SOP 或是你怎麼有效應譯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